今天曾威傲在跟我們講 有人這樣很開心的 專門去 去搶人家旁邊的車子 又去搶車牌給他倒一個AB車 就買到了兇車 怎麼辦啊 錢他在賺 麻煩你在擔 對啊 俊翔你知道嗎 在買中古車 最擔心的就是買到黑心的事故車 那其實你買到黑心事故車 安全不打緊 最怕的是還有別的事 你不知道 你看喔 像這上面的這張圖 你看被撞得稀巴爛 這台車 有一些卸車集團幾乎變成廢鐵 可是你知道嗎 警方就有破獲 這樣子一個卸車集團 他專門呢 收購低價收購 這些撞得稀巴爛的這種事故車 幾乎就是廢鐵的價格 但是他就去跟偷車集團做勾結 怎麼勾結呢 拿偷車集團 這個竊盜的車子 那他不是有很好的 這個掛牌的車牌號碼 他就 倒一個 漢裝拼接之後變成這樣 車牌號碼 就是人家失竊的 可是他就用中骨車 事故中骨車 變成光鮮亮麗的中骨車 哎呦 你給他看看 他分工之系 這個撞得稀巴爛對不對 拍檔鼓車 三來 整理你的一台車 不過沒有車牌 因為這已經拍檔鼓車了 又就騎了一個車牌 倒在這個地方 還高價賣出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他轉一手就罷了 最怕的是他都用漢階 你在重新拼撞漢階之後 最怕的是什麼 是他容易安全出了事故 對不對 好看病而已 我們有很多 什麼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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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沒有糧 在外國起床 可是俊相 你認為最嚴重的 只有你身家安全的問題而已嗎 這是最嚴重的吧 最怕的 就是有些真實的故事 它是有其他額外的保全人員 隨時在保護你 說說看 你知道嗎 這台很漂亮的白色車子 對 它其實是真真實實在台中發生的一件事 你知道有一個這個偷車的貫切 一對偷車賊的搭檔 他有一次啊 就是經過草屯的時候 看到這 哎 不錯的一輛白色車子 不錯 漂亮 偷走 鏘走了 把鏘走之後呢 他就給他這個車牌改裝改裝 怕被別人發現 他就把他裡面的引擎蓋啊 裡面的號碼給摸一摸 想說哎 我就變成了一個中古車 直接就在中古車賣掉 結果怪事來了 怎麼了 幾天之後 那個車主就撥電話卡點位 對 跟他講說 痛批那個中古車商 你賣是什麼車 完全發不動 那個中古車商 趕快就跟這對這個偷車黨的 這個兄弟就問他說 哎 怎麼回事 你怎麼賣的 對啊 怕都發不動 對啊 怎麼回事 他說不可能 我當時在偷車的時候 不然我怎麼開回來的 他不信邪 直接跑去那個中古車商 趕快看看 哎 真的是 有一點點狀況 不太發得動哦 快不起來了 對 結果後來呢 他後來想一想 好吧 這個我自我吸收 可是你知道 從此以後 這對偷車賊啊 這個是走路就摔倒 喝水就嗆到 連晚上做夢都在做噩夢 覺得隨時有對眼睛就在盯著他們 他在幹嘛啊 你明星生暗鬼 你在搞什麼呢 哎 你知道民間的習俗 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卡到陰了 哎呦 所以真的 你不信真的是 你不相信 我倒是挺相信 他那時候他就覺得說 這個情況沒辦法處理 怎麼辦 他沒有辦法 日日夜睡不著 沒辦法 他乾脆就直接跑去警局自首 後來你知道更妙的事情來了 這警察局呢 接了他的髒車 把這個失竊的這個車主扣來 最後他才發現 原來這台車大有典故 怎麼了 十幾年前啊 這台車 他的車主 其實是這個來的 江信車主的弟弟 親弟弟 那十幾年前他開車外出 沒想到在外面荒郊野外 被人這個慘遭殺害 是一個真真實實的兇殺案 然後就在這台車上 發生了這件事情 那跨了十幾年的一個跨距 後面的人開始不對勁 沒錯 你知道他包弟過世了之後 其實江家仁一樣 還是繼續用這台車 結果你知道 他光是開出去被偷了四次 你知道一直被偷 一直被偷 最妙的一件事情 偷了之後 每一次都被警察 後來能夠收的回來 都是警察局的人發現 偷了就偷了 為什麼還被警察收回來 很奇怪 他自動就會出現在附近 不論是各地 都會被警察找到 更妙的一件事情 警察呢 每次碰到這台 又是這個白色車子 你真的是怎麼樣 偷了又回來 你是想怎樣 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完全發不動 最特別 最特別的事情 後來警察局找了鎖降 要怎麼樣 就是發不動 最妙的是 他每次只要摳他江家的人 這江家的人又來 又是這部車了 他就跑來 然後立刻一發 哄的一聲 立刻就發動 哎呦 所以賊偷了他 發不動 但是回到原來的 他的家人要開的話 又可以了 沒錯 所以你會覺得 是不是有另外的保全 在保護這台車 你知道更可怕的 不只是這麼一桩事情 還有更不可思議的 一件真真實實的故事 我們一定要看另外一台車 好這部車我們可以看到 你說買了這個中古車之後 性格大變 什麼意思啊 哎 你知道嗎 有一位叫做阿棠 這是真實的故事 一位阿棠先生 他其實從來不泡湯 有一次經過中古車行 看到這台漂亮的車 整個人像著了魔一樣 他覺得這台車就是他的 他一定要買 很簡單 這如果你要在外面原價買 絕對要上百萬 而且呢 他這個外型非常漂亮 更重要的是中古車跟他講 哎這裡面這個原來的車主 是一個女生 漂亮的女生 那所以你買了他 其實你看買到賺到 而且他的價格不到一半 中古車商都這樣說對不對 女生比較聽話 該保養有保養 女生不會亂開車 沒錯 那他就很開心的買回家了 最重要的事情 他接下來一連串的人生 完全變掉 從來不泡湯 結果他三翻兩頭 居然帶著全家大嫂 一天到晚跑到很遠的 他住三重 跑到很遠的地方 跑到陽明山去泡湯 這樣就很奇怪 唐嫂就是說 怪 你這個搶子搶了十幾年 你怎麼從來不想泡湯 最近一天到晚在泡湯 你現在是怎樣 更可怕的是 接下來這個阿唐先生 每天下了班 天天跑去泡湯 那真的要好好追一追 一段外面有什麼文章 小三嗎 想躲過我嗎 仔細抓 就後來有一天 這個一個禮拜以後 這阿唐嫂聽到他的小朋友 獨幼稚園的小朋友 一天到晚 媽媽 媽媽 你趕快來 有個漂亮的阿姨 正在我們 在開爸爸的車 抓到了 在哪裡 趕快去看 媽媽跑過來看 打了個小朋友一下 巴蕊 什麼話 哪有 沒有人啊 什麼漂亮阿姨 歐北公威 對幾天之後 大概三天之後 那個小朋友又開始了 媽媽媽 我又看到這個漂亮的阿姨 在開爸爸的車 你趕快來 好 這下真的要看仔細 到底怎麼回事 他三番兩次看到阿姨要開走 他爸爸的車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聽 曾薇繼續說故事 歡迎回到 5期新聞網 我是徐俊相 帶你挖真相 來我們剛看到這個阿唐 買了個中古車 性格為之批變 奇怪的是這個兒子 三天兩頭 在那邊媽媽媽媽他看到了什麼 到底看到什麼了 結果不是又 這個小朋友又跟他們講 媽媽媽媽 你趕快來看 那個漂亮阿姨 你又在開爸爸的車了 媽媽親了非常抓狂 是不是就是這個外面的小三 再次一看 真的是沒有人 想要打小朋友的時候 他的先生讓他更光火 怎麼了 這個阿唐又跑來跟他說 我要去泡溫泉 當場兩個夫妻 兩個幾乎要打起來 後來那個鄰居跑來勸架 那後來那個鄰居就跟他講說 你們不要發脾氣 怎麼回事 原來啊 這個鄰居就跟他講說 我也覺得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米先生每次他這台車停到我家門口的時候 我們家的小狗都不敢叫 他們家的小狗都躲在沙發底下 我覺得是不是卡到陰 趕快去看一看 結果呢 這個阿唐先生覺得跟老婆不信邪 真的跑去公廟一問 真的果然 這個真正的原來車主 真的是一個漂亮女生 那在幾年前 這個女生是特種行業 一天到晚跑到陽明山泡溫泉 而且就是跟他的恩客 好 所以就在這個情況之下 後來夫妻兩個才知道 原來他有這個特殊的女保全 一天到晚在保護他的車子 跟著他這個阿唐先生 一天到晚到陽明山泡溫泉